快点抓紧我 你赚到了 我也是这招御剑飞行 可是连你大师兄还有乱士狂刀都没交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热血军 五星战队剧情推展至今 开始着重于描写新成员 牙连哲与母亲之间的感情 并诞生出新的气传兽王大牙 而特色向上委员会 也在四月展开了新一期的活动 日本大人气小说假面的骑士 同时也是假面龙旗里的 叶琪秋三年扮演者 松田物质老师 即将来台举办两场活动 第一场 时间于4月28日周五完场 假面骑士剧场版 Battle layout包场活动 除了印前见面会活动之外 还有印后握手会 参加者更是有机会 获得亲笔签名小礼物 第二场 定于2023年4月29日周六 举办签书座谈会 详细情形 请恰FB粉丝团 特色向上委员会的公告 置顶留言有粉丝团的连结哦 不负责任风动漫 不负责任热血军 上集说到 大连者得来的天宝来来之语 在亮的父亲张辽 以及前任大连者英寧的加持下 终于全面解放威力 让弃传兽们合体为大连王 大连王登场后 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将豪魔族打得节节败退 而在寺庙的白虎针剑 也找到了针主吼欣星钢 因此解开封印 与钢变身为第六位追加成员 牙连者 其威是正退的想要夺剑的阿古丸 变成牙连者的钢 虽然体格是大人 但实际上心灵还是个孩子 因此利用连者威能到处恶作剧 四处制造麻烦 看不下去的白虎针剑 因此动了手脚出手教训钢 刚受不了白虎针剑的小小娘 使用绳子将白虎的嘴给堵起来 小脑筋发达的他 准备要执行新的计划 画面一转 林正与伙伴们讨论着 钢种种调皮捣蛋的事 以及新登场的成员 牙连者到底是谁 林回到家后 发现钢制作主张叫说爷爷奶奶 帮他把日常用品搬来林的家里 爷爷告诉林 这孩子母亲过世了 但钢始终认为母亲还活着 待梁老感谢林收留钢后 钢便擅自主张住在林家的阁楼上 这让林很是困扰想要撵走钢 钢安顿好后 跟白虎针剑说 他会这么做 是要随时掌握大连者的情报 另一方面 三干部正消遣阿古安计划的失败 我本来的目的就是说服牙连者加入豪魔 巴嘎 能说服牙连者的这儿慕容禅啊 但阿古安还是不信邪 立刻交代三公女搜索右手臂上有老虎烙印的小孩 与此同时 林突然态度对钢非常友好 表明要与钢一起生活 然而一通电话刚好打来 钢高兴的接起电话 没想到却是匠儿假装女性声音 谎称是她的母亲 骗钢到车站接她 知道母亲回来的钢 便高兴的告诉林好消息后 立刻溜着滑板 出发去车站接母亲 大吴等人则受林指示 将钢的东西用车子载出去丢掉 亮不敢苟同的说着 最毒负人心 践踏孩子的心灵可不手软啊 但亮话才说完 大吴紧张的立即紧急刹车 原来是三公女当众在街上骚扰正太们 并且脱光他们的衣服 带亮等人赶至现场 三公女却找一步落跑了 林接火通知后赶紧出发资源 却在大门口遇到了泪流满面的钢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 因为我不能跟你生活在一起啊 你刚答应要跟我一起生活的 我知道了 一定是常见生那个畜生叫你离开我的 对不对 林看到钢因自己的无情心灵受创的哭着离去 因此对钢产生了愧疚之情 不巧的是 钢在奔跑途中遇到了三女耳环怪 她立刻抓住钢 并发现钢手臂上有老虎烙印 原来这个烙印是钢的母亲 也就是鸟人战队的指挥官 在钢的手臂上烙印的 钢的母亲还因此非常自责 还好林及时赶制 一脚将三女踹飞 敌我双方伙伴们也刚好赶来 准备来场大混战 而钢逃离战场后 却遇到了阿古丸 但阿古丸尚未知钢生死身份 便不当钢是个咖因此擦身而过 钢不得已回到战斗现场 看到大连者被三公女虐的东倒西歪 林更受到了三女的妖力重创 于是钢为了保护林 终于勇敢地迈出地步 变身为牙连者 一剑砍断了三女头发 解救了命为的灵 为了掩盖钢的真实身份 牙连者全程与白虎针剑发声 并与耳环怪比拼拳脚 更不忘用龙爪手暂点便宜 但以小孩主导的牙连者 终究不是耳环怪对手 牙连者一瞬间便败阵下来 你再说一句 我把掌是指谁啊 林老师咧 我立体吃饭吃饭你胜费啊 看你行你来啊 来吧来吧来吧 我要软片天下 一致三千战了 公牛八战 只见狂龙八战 再现成还 耳环怪被砍得毫无招架之力 一里多还 三不断一将一 耳环怪硬食此招 身受无以复加的重创 牙连者健壮 随即使用气力剂 吼猩猩 混乱之回响 现场立马出现摇滚乐团 用气力自由操纵音波攻击敌人 最后耳环怪经脉爆破 只剩一口气苟延残喘 牙连者真有你的欸 哈哈哈哈哈哈 二宫女健壮 立刻赶来救三女逃走 逃回根据地的三宫女与阿古玩会面 三女立刻将刚有老虎烙印之事告诉阿古玩后 便当场气绝身亡 而心怀愧疚的林终于同意与刚暂时一起生活 但条件是不能抓欧派 这让欣喜若狂的刚改掀翻林的裙子 林一直气得与刚打闹起来 阿古玩猜测刚是牙连者后 想将其拉入豪魔一族 下达姆则告诉阿古玩 豪魔的力量资源是憎恨 阿古玩便表示 刚可能有豪魔之血 因此要用忌使刚憎恨成为豪魔 另一方面 与林生活在一起的刚 依然找机会卡林的油 嘲笑着林都不换胖痴的颜色 赶到学校上课的刚 恰巧遇上新女同学乡承来报道 还对刚抛弃的魅眼四出友好 而在学校外等待刚下课的匠儿对姿表示 刚对林又抓欧派又先裙子 实在是有够羡慕 但就在刚玩着滑板时 阿古玩随即现身 并命令次女攻击刚 逼其变身牙连者 这时匠儿与姿文身赶制 立即与豪魔军团大打出手 刚则趁其不被赶紧溜走 因为还没有人知道白虎针剑会说话 刚便把刀插在地上 以一招声东击西 假装牙连者与刚分别是不同人 骗得阿古玩团团转 刚则趁敌人耍憨之际 赶紧变身牙连者回头取剑 与项链怪拳脚相向 就在双方交手打的震热时 刚才响起了和女同学有约 因此火速撤离现场 这个女同学就是 今天刚转来班上的乡城 两人出事见面就互有好感 并将游乐园内的游乐设施玩了一遍 但就在两人聊起家庭时 乡城脸却突然垮了下来 直到了夜晚 刚开心的送乡城回家时 恰巧见到乡城的母亲准备出发 乡城见状 立马开心的跟母亲介绍新朋友刚 但母亲却对乡城大发雷霆 漠不关心的离去 看到此景的刚开始沉思 并询问将儿 天下母亲是不是都会爱着自己的孩子 将儿便立即安慰刚 只要是母亲绝对是爱着自己的孩子 一日刚来到乡城家 恰巧见到乡城想要母亲留下 等老师来家庭访问 但母亲却不甩乡城 认为自己去玩比较重要 还把乡城推倒在地 刚虽然听着乡城不断抱怨自己的妈妈 却还是不断对他说 天下没有不爱自己的母亲 乡城不服气 反问刚的妈妈又如何 刚一时雨色 这时项链怪偷袭乡城 并将其捕获 一旁偷窥的将儿出来阻止 却被戒指怪用妖术束缚 项链怪健壮 赶紧将乡城掳走 刚情急之下只好立刻追上 不过刚追到一半 恰巧看见乡城母亲在打网球 刚紧张的来到球场 跟他通报乡城被抓走了 但乡城母亲却表示 乡城怎样自己才不管 因为他的衣物只有负责养 其他怎样与自己无关 尽管刚如何对其伺候者 乡城母亲还是不在乎的开心打球去 这让刚心灵陷入崩溃边缘 另一方面 亮一遭岩上破 拯救了被惨虐的将儿 职责挥出新城刃 替将儿松绑后 立刻遵照亮的指示 马上变身找戒指怪报仇 双方打到一半 戒指怪却突然表示不打了 紧接着戒指怪却不讲武德 突然对将儿搞偷袭 就在戒指怪认为胜券在握时 愤怒的将儿使用大破坏枪对其射击 再加上天马高速回转踢 将戒指怪踢的七分八速赶紧撤离 而此时迷惘的刚 正对着妈妈的事感到震恨 这刚好郑重阿古玩的下怀 大连者找到刚后 刚立刻跟大家抱怨 自己的妈妈把他抛弃不闻不问 将儿虽然苦口婆心的开导刚 要是他这样想 母亲会很伤心的 但刚就是听不进去 从大家身边逃走了 一旁默默观察着家瑜 却似乎看透了一切 画面一转 来到了豪魔族的宫殿 三干部与田风将军以及阿古玩集合在此 哼 因为你们的孤陋寡闻 不知道乱世狂刀的厉害 没协助阿古玩夺取石头宝刀 看啊 这部戏是五星战队 哪会想到冒出什么鬼狂刀来乱啊 少在那边靠腰 我要咒名圣上 罚你们面壁在家收看霹雳狂刀 并写出心得报告来证明你们的无知 你尼玛的啊 都是你们害的任务才会失败 圣上一定会好好惩罚你们的 田风你这个混账啊 这时死者突然前来打断了这一切 他告诉田风与夏达姆将面具戴好后 立刻接受皇帝召见 皇帝豪魔十五世也在此初次登场 待能洞悉一切事物 皇帝象征了大地转动之欲 与十五世额头上的第三眼结合后 豪魔十五世异性男三的将风车射向田风 把讨伐大连者任务的主导权交给田风管理 嘿嘿 怎样 圣上让我当总大将啊 哈哈哈哈 圣上请看 这是赞助商留给你的讯息 由于五只弃传兽卖得很好 赞助商要通知你 由我负责弄出第六只弃传兽出来卖 这样我们还不削翻啊 豪魔十五世听到夏达姆有赞助商当靠山 因此改变心意让夏达姆当总大将 好好的干了 圣上英明 可可可是 田风少说两句话被得罪B财团 是 嘿嘿嘿嘿 另一方面 甲鱼找到钢后 他感受到钢的气力 率先戳破钢的身份就是牙连者 白虎针剑虽然对甲鱼感到佩服 却依然表示钢的身份还是不变公开 因为第六只弃传兽即将诞生 而获得指挥权的豪魔三干部 正在举杯庆祝时 夏达姆的脸突然被划破 阿古玩随即登场 并对夏达姆表示 不会听命于他 会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 与此同时 钢收到了一封信 并按照信中的提示 来到仓库成功救出乡城后 没想到碰到了乡城的母亲 但乡城母亲却跟女儿说 不想跟她生活在一起 并跟钢说 你母亲也是一样的想法 随后头也不回的开车离去 钢又开始想起母亲的事 憎恨的情绪逐渐涌现 老虎烙印闪烁着光芒 阿古玩传声跟钢说 要是光芒包围全身 身心将会被豪魔之魂吞噬 还有母亲与她生活的幸福时光 最终母亲的爱还是打败了憎恨 钢因此恢复正常 而大连者也在钢的面前 揭穿了乡城母亲是豪魔变的 项念怪挣脱束缚后 立马恢复成豪魔的原貌 随即与大连者展开一场激斗 钢则趁乱将乡城带到安全区域后 等她回头时 乡城却笑的变回了阿古玩 牵我的手有心动吗 哈哈你这个伟娘控 被欺骗感情的钢 随即给阿古玩一记修正拳 等等有话好说 反正男的也好不会怀孕啊 火冒三丈的钢继续海K阿古玩 戒指怪赶来救驾 将钢给打飞束持 愤怒的钢也管不了这么多 他赶紧变身 使出狂龙巴斩法将戒指怪砍趴在地 接着钢追上了阿古玩 并表示绝不原谅 被他设计成为娘控这种奇耻大乳 于是两位男孩便开始扭打起来 夏达姆的看准时机 立刻发射气功偷袭两人 钢与阿古玩被爆炸冲击炸飞老远 完全不顾儿子安危 接着夏达姆继续攻击牙连者 重伤的阿古玩只好与戒指怪赶紧撤退 钢则趁夏达姆招式用脑之际 一脚将其踹飞 再配合白虎针剑辅助 使出奥义 吼心心混乱之回响 将夏达姆搞得头痛欲裂跪地囚牢 最后只好对钢撂下狠话 愤然离去 另一边战场 大连者祭出了合体技 大轮剑气力射击 将项念怪打成重伤 紧接着就是久违的巨大战 大连者呼叫出大连王后 先是给项念怪脸上薄衣老拳 再以刀背不断敲打项念怪 再加上脑天打将其羞辱一番后 补上一刀大王剑疾风怒逃 将敌人斩于刀下 而得知第六只气船兽即将登场的嘉宇 正运用气力向宇宙探索者 利用大自然力量诞生的新气船兽藏身之处 另一方面 林决定带爱上未娘心灵受创的钢出门旅行 这让钢对女性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可没想到隔天才发现 是大连者全员出洞去玩 钢因此失去了兴致 任性的溜走 就连白虎针剑都笑他是爱哭鬼 认为钢把林当成妈妈 此时阿古丸出现在钢的面前 他嘲讽着钢跟他一样 也是被母亲抛弃之人 随即便要戒指怪动手送钢去地狱 这样自己才爽 然而就在钢即将要被戒指怪挖眼割舌之际 亮一记飞梯将戒指怪给踹飞后 便与赶来的伙伴们一起变身为大连者应战 戒指怪眼看大连者不讲武德 以多欺少 他立刻将自己的怨恨化作实体 召唤出耳环怪与项链怪的亡灵 与大连者展开一场六打三的激战 可没想到化为怨灵的怪人 让所有大连者都无还手之力 不过戒指怪却突然遭受袭击断了法 怨灵才得以消失 原来是三干部赶来现场 还将亮给卢走 夏达姆临走时还向众人透露 新气传兽即将诞生的消息 大连者回到基地后 家宇向他们说明 只要妖力大增 便会将自然引导至灭亡 因此自然的意志会诞生出新的气传兽来压制 但单凭这股力量是无法诞生出新气传兽 所以需要大连者全员一起协助 明天正午 新气传兽就会诞生 而这个机会就只有一次 所以他呼吁大家要赶紧将亮救出 于是解救亮的行动便开始进行 阿古玩这边则对父亲破坏自己的计划很是不满 夏达姆也不留其面给阿古玩薄以老拳 这让阿古玩的恨意再次增加 发誓要干掉自己父亲 为了破坏夏达姆的计划 阿古玩主动联系缸 这样就是被绑在东印彩石场上晒着太阳 因为长时间的曝晒因此严重脱水 就在加拉准备要一键刺穿亮时 刚与伙伴们赶到现场 随即与三干部大打出手 正当牙连者捏着达伊多斯的鼻子时 地面突然剧烈的摇晃 将众人晃得东倒西歪 原来是新弃传兽诞生的时机已到 豪魔三干部为了阻止弃传兽诞生 拼了命的疯狂使用妖力 就是要阻止大连者靠近亮将其救出 致使大连者寸步难行 但就在达伊多斯要铲除牙连者之时 却突然被阿古玩出手偷袭阻止 并对其相声大连者是自己的猎物 大连者趁此良机救出了亮后 赶紧驾驶弃传兽前往新弃传兽的诞生之地 另一方面 由于阿古玩的捣乱 受到了豪魔十五四的责难 但阿古玩还是坚持自己的计划 要将牙连者拉拢入豪魔族 豪魔十五四心软之下给了他最后机会 不过失败的话就得死 画面一转 一位名叫龟夫的阿胖 正在让自己的宠物龟在水池里游玩 他就是鸟人战队里的黄胖 陈奈富九 这时地面突然又开始震动 吓得龟夫赶紧逃离水池 因此看到了大连者正准备引导新的弃传兽诞生 当野正巧赶到此处 碰到一旁窥视的龟夫 两人话还没说完 白虎神剑又出声将龟夫给吓跑了 而嘉宇正与大连者一起打坐 六人用天宝来来之语 再加上强大的气力辅助弃传兽的诞生 画面再次转向一座孤岛 阿古玩打开一扇密门 刚等母亲被囚禁此处 此时在嘉宇 大连者 五只气船兽的帮助下 在一阵爆炸声中 新气船兽 王大牙终于诞生了 白虎针剑健壮 立即要刚前去驾驭王大牙 天空者突然飞来天宝来来之语 交到了牙连者手上 就在牙连者搭乘王大牙进行的奔跑时 戒指怪也巨大化前来捣乱 于是王大牙立刻使用嘴炮 大爬猴反击 将戒指怪弄得头痛欲裂 王大牙剑齿良机 立即形态转换成气船五人模式 使用虎之子大秘术火炎玉 将戒指怪烧得苦不堪言 于是戒指怪再次利用怨念 召喚出两姐妹怨灵要给王大牙好看 可惜这次王大牙没有这么好运 没有新手无敌时间的保护 初登场就在三方夹几的攻势下 将牙连者打出了驾驶舱 此时阿古玩又现身在刚的面前 他要刚看看他招式目响的母亲 母亲目前不知什么原因被关了起来 而阿古玩则开出条件 要刚加入豪魔就能跟母亲一起生活 但刚不同意并将阿古玩推倒 就在刚正要将母亲给救走时 阿古玩赶紧运用要力 将刚的母亲送到远方不知去向 愤怒的刚因此与阿古玩扭打成一团 另一方面 荣心王骑成王大牙 一棒重创的戒指怪让其倒地 因此引发了一场剧症 其掉下来的落石刚好压在了 来不及逃跑的阿古玩身上 这下子大罗金仙下凡也难救了 刚询问母亲下落 阿古玩就是嘴硬 死也不跟刚说母亲被他弄到哪了 要他一辈子寻找母亲痛苦下去后 这个死小孩就咯屁了 白虎增见着赶紧安慰刚 要跨越悲伤赶紧打败豪魔族 于是刚再次变身 与王大牙会合后 立即与天空气垫来个心心合体 名字反过来念的牙大王终于诞生了 这下有新手保护其威能的牙大王 即便是所有宫女一起攻击 都对他产生不了丝毫伤害 最后由牙连者带领下 使出奥义 飞翔剑木端围城 将新凤凰射出后 启动火鸟弓 以飞快的速度贯穿敌人 至此阿古丸与三宫女竞速全灭 战斗结束后 刚哭喊着瞭望远方 期待着有天能跟母亲相见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介绍到这边 下期开始 孔雀与大武的故事再次展开 而新的威胁 魔拳是正 也即将与亮来场激烈的死斗 如果觉得热解军整理的不错 也可以点击影片右下角的超级感谢 请热解军喝杯咖啡 最低只要30元哦 感谢您协助团队们继续提供大家优质又怀旧的动画介绍 喜欢古早味的朋友 一定要订阅 不负责任风动漫 不负责任热血君两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